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你就会发现天下大乱了 中国不但要对付西方的分裂 美国、英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 我们都分裂了 周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头亡 包括印度、越南、还有非洲国家 有的是要浑水摸鱼的利益集团 中国怎么对付 我给大家指出一下道路 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梅山剑克陈平 为什么中国没有话语权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北大教书近20年 在复旦兼职也差不多有10年以上的时间 但是我就发现这两个在中国最好的大学 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方面 是没有办法和德克萨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相比的 单单在北大 一个经济片就有4个学院 而且4个学院基本上是不互相来往 甚至要学美国任何经济系都可以做的事情 每个礼拜有一个时间所有的教员都出席 然后听跨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面的前沿的研究的报告 或者自己教员做的研究的报告 互相的讨论交流 建立这么一个制度都建不起来 北大也学了西方 搞了很多讲座 但是北大的讲座和后来我到复旦的讲座 和原来我在中国科学院的讲座有个非常大的差别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的讲座是请前沿的科学家来讲 这个前沿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最多也就到最近10年的前沿 如果只看公开发表的论文的话 然后请人来做讲座 起码的差距是10年 在北大和复旦 连了解前沿在哪里都不知道 只能请明家 明家就得了诺贝尔奖的人来讲 那他的工作最少是30年以前的成果 所以我讲北大的气氛 复旦的气氛 如果讲要在科学上发展自主的研究 现在这个体制 这个差距 我告诉大家 在40年以上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话语权呢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中国现在在社会科学上跟外面对话 使用了什么语言 第一种语言 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 但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划分好多时代 现在西方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 是第二国际的语言 第二国际就是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语言 那么他们当时最重要的诉求 现在西方都基本上得到失线了 比如说实行8小时最低工作制 要给工人组织工会罢工的权利 要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保障 这些东西在西方保持科技垄断地位的情况底下 可以剥削全世界殖民地和发展民国家的条件底下 把这个超额利润来来养活 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高福利 西方在苏联瓦解以前是能够做到 苏联瓦解以后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竞争实际上打垮了西方福利国家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的第二国际的语言 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办法用的 为什么呢 这个我后面再去讲 那么我只先解释了中国第一种语言体系 原来我们中共党建立的时候起家的第二国际的体系 现在中国不好用 第二个体系呢就是当年在这个朝延战争 一直到越南战争 老一代革命家毛东建立一套话语体系 什么体系呢 就阶级斗争和三个世界的理论 这套话语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世界上非常有效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效果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邓小平非常明白中国的科技差距 经济差距还非常大 必须要开放 然后呢 有条件的引进西方资本和科学技术 那么你要招商引资 你同时还要喊打倒帝国主义 搞建议多争的这套语言 你怎么能够招商引资呢 所以中国现在的为难的地方就第二套语言 咱们现在也不能用 即使在美国现在公开的讲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 要发动新冷战 要围堵 我们中国的主流媒体呢 羞羞答答 不敢用当年毛东非常成功的用过的革命的语言 去反击美国和西方的反华的语言 然后用什么语言呢 用借来的西方的主流媒体的语言 跟西方讲什么理性啊 讲比较优势啊 讲一下中美要合作啊 合则两利啊 斗则两败啊 这话有用吗 我告诉大家 没用 不但没用 而且对西方认为中国是示弱 所以即使中国现在的经济势力远远超过朝银战争 但是中国在国际上 在外交上 话语先战斗力 还不如俄国 阿拉伯国家 比如说半岛电视台和伊朗 那么原因呢 就是中国现在不会用第二种语言 自己把自己捆了手脚 一用革命的语言 马上就有一些自由派跳出来说文化革命要来了 又是基佐了 又什么东西 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 那中国共产党明明是有革命党 不敢用革命的语言 那用什么语言 我现在就给大家第三个选择 什么语言呢 就是用跨学科的语言来解构西方一神教创造的两极对立 黑和白 西方对东方 专制对自由 这一套语言 这种就宗教语言 这种语言的结果呢 只会造成现在西方讲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甚至像一次大战一样 全球的混战 和二次大战还不一样 二次大战还好歹后期还有一个鲜明的号召 叫反法西斯的共同阵线 现在你就会发现天下大乱了 中国不但要对付西方的分裂 美国、英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 什么都分裂了 周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头王了 包括印度、越南、还有非洲国家 有的是要浑水摸易的利益集团 中国怎么对付 我给大家指出一条道路 就是用科学分析的办法 但这科学分析不是西方过去300年 非常成功的分析科学的办法 而是用70年代以来新兴的复杂科学的办法 重新理解和整合中华文明里面的 有生命力的元素 分解西方文化里面 很多和中国文化有共同之处的文明的元素 所以我跟西方人讲的话很简单 我说你们指责中国是专制 我说社会主义不是从中国发生的 社会主义原教指的基督教 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宗教 最早的国企也不是中国发明的 历史上最悠久的国有企业 其实就是罗马天主教会 现在最大的国有企业是谁 就是美国的五角大陆国防部 你要这么去跟西方人争论 他的武器就被你矫健了 所以大家只需要知道一点这个历史知识 就可以尝试我说的这个办法 用跨学科的语言来解构西方的话语群 请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再见 支持好吗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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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间摆述